主料,西葫芦500克,面粉200克,辅量,油,盐,虾皮20克,小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西葫芦洗净擦的细丝,加入虾皮,盐,小葱末,拌匀,盐一会,加入面粉,搅拌,加入适量清水,拌成均匀流动的面糊,平底锅烧热,抹上量油, 倒入一勺面糊,摊成均匀的圆饼,盐制表面变色,翻面煎熟,即可,烹饪技巧,西葫芦先用盐盐一会,可以把菜里面的水分淹出来,翻面糊的时候就可适当减少水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